人體實驗室 胡哥來測試 這是正常的牙齒 這是牙周病的牙齒 可以看到上面都是牙結石 而且牙齦紅腫出現 牙周病不治療 會導致你的牙齒脫落 甚至會引起心臟 肺臟方面的疾病 怎麼樣來檢測你有沒有牙周病 牙周病又該怎麼樣治療呢 人體實驗室 我們今天到牙科去看牙齒 胡醫師 您好 我刷牙的時候會出血 我會擔心說 會不會有牙周病的問題 可以幫我檢測一下嗎 沒有問題 我們有兩套工具可以做一些檢查 我們先用一些牙周探針 然後幫你做一些口內檢查 跟你稍微做一些初步的檢測 如果確定有一些 有一些發炎的地方 我們再照S光片 做進一步的確認 胡哥 這邊請 好 通常牙周病最常見的問題 就是有一些牙齦紅腫的狀況 然後隨著長期的發炎 牙齒跟牙齦中間 會形成牙周囊膽 所以我們會利用牙周的探針 去做個檢測 我們會輕輕靠著牙齒 跟牙齦交界的地方 去看說這個交界的地方 牙周囊膽的深度 如果有發炎的情形 這個牙周囊膽的深度 通常就會比較深 通常如果牙周囊膽的深度 達到0.5公分 我們就會認定 它是有比較明顯的發炎的情形 像這裡就有一點點輕微的出血 就是有輕微的發炎的情形 那我們在臨床上 就會合併照一下X光片 看看這些地方 是不是有很明顯一些骨頭 因為長期的破壞 造成一些萎縮的狀況 手握著它 這樣看嗎 這邊有兩個拉松可以咬 那你們應該來幫我咬起來 幫我咬 福醫師 我們牙周囊膽的探測 和X光片都做完了 可不可以幫我判讀一下 我牙周病的程度 就是我們從兩側 可以看到比較明顯的骨頭 破壞的情形 所以就是有明顯的證據 表示說它有牙周病的狀況 這樣算輕微中度或是重度嗎 大部分是中等的程度 可能局部的地方是比較嚴重 那我應該怎麼治療呢 我們牙周病的治療目標的部分 就是把牙齒周邊累積的牙結石 跟一些已經累積很久的 一些牙周致病菌做一些移除 然後給牠一個乾淨的環境 讓牠重新去癒合 那我們在處理的過程 我們會先把牙齒周邊的結石 大的結石 先用洗牙的方式 直接先做移除 那因為我們把結石移除之後 我們會覺得有些地方 空洞變比較明顯 牙縫變比較大 那因為牙結石其實會主愛 原本正常牙齦的形態 治療的目標就是讓牠到穩定 沒有發炎的情形 我們去檢查的過程 牠不會有一些紅腫 流血的情形 但是因為牙周病 我們在定義上 就是指周圍的脂草骨 已經有破壞了 我們雖然把髒東西都移除 那個骨頭不會這樣就長回來 就是我剛剛就叫清潔牙齒 牙鞠斑竅 漱口吐出來的 叫牙結石 大家可以看到原本這麼大一顆 嚇死我了 我從來沒有注意到 牙結石會是這樣子 福哥 那我們今天的流程 其實今天治療療程 就已經完成了 各位觀眾 假使你有跟我一樣 牙齦酸痛 或者是牙齦出血 跟我一樣 來做一下牙周病的這個檢測 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可以知道 牙齒的健康程度了 人體實驗室 我們測試完成